然后呢 那个其实这个呢 是一个这个呢 是这个是行业的一个一般要求啊 就是如果你同学们要做这个bookkeeping来讲 然后一般需要哪些 这个是硬性要求 就一般来讲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储备啊 第一个数基本数学这个大家都有啊 不用讲了 第二个basic accounting knowledge 这个有的同学有的同学没有啊 一个是准则差异 另外一个呢在tax局面有很多不同啊 因为国内的发表商买了对吧 美国这边不是怎么做的啊 美国这边因为它是一个credit based society啊 所以呢 你别的公司开出来发票 就是可以抵税的发票啊 就是一个诚信做基础的一个发票 会变什么一张票 都可以做货币 对 也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诚信基础的社会 所以他相信你 你你比方说你账上的哪一个账费用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对吧 他就相信你就是一个真实交易的一个发票 但是如果审计审出来你你作假 那你就惨了 那国际局盯死你了 所以呢 这就是美国做账 其实我讲第一个环节 其实并不是技术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诚信 这个账 你不能乱做 你真的不能乱做 因为老板不懂啊 老板不懂 可能会给你提一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要求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你得把握好啊 不然的话出了问题以后 你会计跟老板年代都有责任呢 对啊 那后面呢会说到啊 尤其在Payroll这部分内容 包括那个 Internal Control呢会有一些介绍 尤其在Payroll的时候会更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账呢一定不能乱做啊 好 好 那么没学过会计同学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说呢 你就要把这个准则的框件 你要先大概了解一下啊 了解了准则以后呢 你才能算入门 那么关于英文本身啊 如果有同学 这个比方说啊 来美国的时间不是很长 然后呢 呃财务这边啊 那个涉及到因为语言不一样啊 那么英文本身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那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课下探头啊 那这个呢 不是我课上关注的主要内容啊 那怎么学呢 办法是肯定有的啊 你还包括说 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不同 我给大家再举一个最典型的不同 中国中国准则里面 科目的名称是固定的吧 美国准则不是的 美国准则你这个科目 可能见到常见的教法制造的三种啊 没有什么具体百分之百的明确教法 美国这边只有什么 只有常见教法 没有没有说这个一定硬性的规定教法啊 这等等各种各样的不同 对好 扯点啊 说多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我有的时候讲课讲了讲了 就会给大家发散一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basic这个这个刚刚说 第二个就basic accounting knowledge 这个说到basic accounting knowledge 是什么呢 就说说白了 就是这个准则基本框架是什么东西啊 收入费用你要知道怎么确认吧 对不对 准则是怎么要求的啊 这个你一定要清楚啊 匹配原则你要清楚 什么叫资本化 什么叫费用化你要清楚 对不对 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然后另外包括借贷 什么叫借什么叫借 比方说给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借记卡就借记卡 我还是代表卡 这就是一个借贷原理 如果同学明白这个借贷 到底怎么回事的话 你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代表卡 对对对叫代表卡 为什么银行给你打电话 你比方说你之前搞错了 银行说哎 我要把这个balance credit 带到你在看上去 你这一切就明白了 就说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 其实会计的学习呢很有意思 就像谈对象 这个这个我这个理论呢 反正一般来讲 一般老师很多很少听老师能讲的啊 就是这个学会计 其实跟谈对象原理特别像啊 就是你要把会计想学好 一定要用谈对象的方式来学 如果你要 但是但是这个事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在于财务会计本身和分析中间 有一个明显明显的分析线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学会计 是用谈对象的方式啊 但是那个 如果你要想把分析学好的话 你就要你就要用到这个理工直男的方式 因为那个我们讲说 你像会计准则有同学可能听过 准则是怎么样的 责权发声制有同学听过 没听过也不要紧 那个准则怎么样 基本上是用历史成本在报告 对不对 这个东西大家一想就明白了 你想想我们讲 你想想你跟 比如说你对你的这个爱人啊 对象啊 谈话的时候 对不对 你想想女生谈话是怎么谈的 男生谈话是怎么谈的 想想这个语言思维 语言的模式跟思维模式你就明白了 怎么能学好会计啊 那个在课上我就具体说 就这个意思啊 第二个就是basic accounting knowledge 我刚刚说的这些点啊 就基础的会计证则跟借贷 你要原理你要明白的 常见科目的处理你要清楚啊 这个你才能才能说算是有概念啊 然后proficient in bookkeeping software 这个呢 这个呢应该这么讲 呃 会计理论和软件操作熟练度 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对于你上班入职来讲 proficient in accounting software 在前 这是肯定的 因为公司比方说要了你以后 你上手 他不会培训你的 啊 你培训你我要你干嘛 对吧 你马上就要能上手去做 但是你这个accounting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这个这个东西 像盖房子一样啊 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牢的话 那你基本上来讲 那你就重复做啊 就很多同学 有的同学也不能说很多同学啊 这有的同学在公司里面做做做很多年 就一个应收账款都做不出去啊 就一直在重复在应收应收应收 为什么啊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基础的问题啊 你就只能做一些重复性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你对于会计本身的这个理解啊 和这个能力啊 是能帮你走多远 这个proficient in quickbooks呢 是能够能够帮你找到工作啊 所以这两个呢 是有限或顺序 一个长期一个短期啊 所以从短期来讲 quibus你至少要熟练 长期来讲的话 没有这个东西 你根本不行啊 这你稍微复杂一点 你就出不了 Basic Computer Skills 这个呢 也不是我讲的课 简单题 如果有同学对Excel跟Word的用法 还有一些疑问啊 或者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需要你自学一下 网上YouTube有很多讲解啊 或者是你到什么B站啊 都可以啊 就你只要能够把它学会就行了啊 Excel 尤其是Excel Excel呢 这个必须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英文啊 英文这个呢 英文这个呢 这个事应该这么来讲 其实呢 那个如果你说你想要这个公司 工资的这个待遇啊 稍微好一些呢 肯定啊 美国人开的公司要好一些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啊 英文你要至少做到无障碍交流 对话 conversation level 你要有啊 所以呢 看同学们自己 如果你如果说英文不是特别特别的 那个什么的话啊 你也没有必要去特别特别强求啊 当然更好的是 如果你英文能够熟练的交流的话呢 那样的话 你的这个机会会更多一些 这肯定 有点子 有点子 感谢观看